哈囉 大家好 我是喜歡卡拉圖地圖地圖 今天幫我為大家介紹 夏娃比較容易通關這個禮拜 各位會看到地獄集的配置 那主要這一隊是主全火配置 因為是要解成就 好 那靈魂人物就是這隻史萊姆啦 你可以更換成任何轉新出角色 那唯一比較適合大家就是火玩具 那第二個是史萊姆 史萊姆的話大家應該都會有 那就是這隊其他的帶一些增傷角色卡就可以了 其他的角色沒有太要求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為大家介紹這一次的地獄集 你怎麼通關 好 首先來到第一關的部分 你可以洗技能 盡量的洗 因為我們史萊姆沒有練到滿技啦 所以CD有點偏長 那如果說你是本身練到滿技的史萊姆 你可以自己抓一下那個CD數 那基本上第一關是不會 痾 你是不會死掉的 你只要有消一combo 就不會死 因為他打你 然後你每合回血 就等於是 直接不用消新出也可以回滿 好 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其實可以手動留心珠 然後把心珠留在左右兩邊 有沒有看到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 你又可以開始洗技能 好 那這邊竟然先把暗珠給消掉 這邊差一顆暗珠耶 好 我覺得史萊姆差不多要跳了 我就把他帶走吧 這邊剛好十顆心珠 我剛才好像講暗珠對不對 是心珠啦 其實你也可以靠自己綠珠子來達到十顆心珠的這個 十顆心珠的版面 這邊第三關只要有十顆心珠就可以過了 所以 再極端一點 你連史萊姆都沒有練的話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 靠你的手轉通關的 好 來喔 第四關 第四關 這邊燃燒浮石 這邊建議帶一個 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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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火珠的角色嗎 好 那我們就開這個啦 可以 來吧 蹦蹦蹦蹦蹦 帶走 沒問題 接著 欸 我覺得我要來開一個 這個 八風網了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開 下蛙的技能 可以直接無視掉敵方的防禦力 好 就很輕鬆過 好 我們直接到王關 王關這裡 它會重置 火 魔族以外的 技能 好 那我們直接來囉 其實只要會轉這個 扶屍軌跡啊 這個就差不多要過了 好 那 寶寶開一開 跟它說掰掰 那 好 就開這個吧 隨便轉一轉 隨便就通關 好 可以放到這邊 手銷七COMBO 直接通關完全沒有問題 好 那就是下蛙界 一個成就的主法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 新的影片的話 不用了 按下按鈴鐺 按鈴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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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會必須時間通知你 那我是王一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臨時通關的畫面 好 證明這一對 沒問題 可以啊 臨時通關 我們會有新的畫面 好 臨時通關 感谢观看